之所以怀疑和抱怨 只是你的修为不够深 人要对自己有信心 没有一无是处的人 只有自暴自弃的心 哪怕是罪恶滔天的罪犯 心中也是有良知的 很多时候 并不是你错了或者没有用 只是你还没等到有能力欣赏你的人 心灵是问题的本源 外在的一切存在 其实都来自于自己的内心 一切利益皆离不开内心 学会以心一物 而不是以物一心 怀疑和抱怨 只能说明你的修为不够深 做得不够好 记住 不是这个时间亏欠你 是你自己亏欠了自己